莫绍 夫人他又走了 作者 围城 演播 田小莫 莫生 天诺 后期制作 悠悠 第六十二集 他们很快就到达了宴会所在场所 莫千行没有像以前一样对宋染不管不顾 反而装得像个贴心的绅士一样 让宋染挽着他面带笑意 两个人看起来十分登对 莫千行靠近宋染 贴在宋染的耳边说 宋染 你说你的未婚夫会不会出现在这里啊 莫先生 那可真是谢谢了 我正愁见不到他呢 莫千行并不生气 好像对宋染的反应早就了然于胸 只是转过头不再看他 继续向前走 身边的人看莫千行跟宋染 更是激起了他们八卦的心理 毕竟这位宋小姐 前几天还站在他未婚夫齐军的身边 这样的场合 林雨柔当然不会错过 只是在看到莫千行 领着宋染进来的时候 还是有些惊讶 宋染在明面上 毕竟是齐军的未婚妻 现在这么光明正大的 站在莫千行旁边还真是让人闹心 林雨柔旁边的音音艳艳也窃窃私语 祝宋染人不是齐少的未婚妻吗 怎么跟着莫千行来了 是啊 你们看到林雨柔 站着莫千行未婚妻的位置 却一直是一个人在参加宴会 哎 你们说 这宋小姐怎么这么不要脸呢 作为别人的未婚妻 不跟自己未婚妇一起来就算了 还跟别的男人这么亲密啊 林雨柔因为今天的事 本来就有苦难言 现在听到别人这么说 更是心中愤恨 她迎上去 对着宋染 就想给她一巴掌 但众母睽睽 只好作罢 于是 把手放在莫千行的胳膊上 初初可怜地对她说 亲雄 你怎么把她也带来了 我才是你的未婚妻啊 莫千行虽然恨宋染 但对今天下午发生的事 也怀有疑问 后面冷静下来 她仔细地想了想 宋染根本没有机会约见齐军 而且就那么巧 被林雨柔撞见 这件事 估计跟林雨柔也有点关系 现在的她 对林雨柔越来越怀疑 只是林雨柔自她出事 就一直在她身边 对她一向很好 她也不忍心冷脸对她 只是觉得有意思 你别想那么多啊 随后 她拍了拍林雨柔的肩膀 带着宋染离开了 林雨柔看到莫千行难得的温情 心中的不快消散了一半 反正 她才是莫千行名正言顺的未婚妻 她怕什么 或许 莫千行只是为了让别人 给宋染难堪 她知道莫千行有多恨宋家 但是宋染留在莫家 也终究不是一个事 她一定要把她弄走 只是她低估了宋染 在莫千行心中的地位 后来的林雨柔 也恨透了她现在天真的想法 有人不断地说着闲话 也有人不断地给莫千行敬酒 宋染跟着莫千行 没喝多少 就感觉有些头晕了 莫千行看出来她不太舒服 便把她扶到旁边的沙发上休息 果然 齐军还是过来了 莫千行看着齐军 丝毫没有愧疚 玩玩地对齐军说道 齐少 来看你的未婚妻吗 齐军心里明白 认字头上一把刀 没有人知道 她看见宋染 挽着莫千行一起进来时 她心里是什么感受 尽管她明白 宋染是为了复仇 可谁看着自己稀罕的女人 站在别的男人身边 能够无动于衷呢 可是为了冉冉 她得等 莫先生让你见笑了 齐某确实有些想自己的未婚妻了 来看看 不为过吧 莫千行看着周围那么多人 想着也给齐家一个面子 毕竟齐连松可是老谋深算的主 莫千行勾起嘴角 一脸笑意地看着齐军说 齐少请便 说着站起来准备离开 像是突然想起什么要交代似的 她又转头对齐军说了一句 对了 齐少可别一个不小心 又把人家给带走了 说完 头也没回地 往武池的方向走去 齐军看了一眼周围 果然有人盯着他们 齐军坐下 双手扶着宋燃 笑声对她说 然然 你没事吧 有些许头晕的宋燃 看清楚面前是齐军 就对她笑了笑 没事 就是有点头晕 休息一下就好了 然然 你的计划是什么 今天下午 又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这段时间 一定会被莫千行看得很严 你要找人去查林语柔 今天这件事 是林语柔做的 还有上次的录音 真的没有办法找到了吗 我上次 发在莫千行电脑上 不知什么原因 她没看到 现在看来八成是 林语柔动的手脚 不过 一般商业用的电脑 都会有系统备份 你多留意 宋燃心里一下有底了 跟齐军动了一会儿脑子 也清醒了不少 看着齐军 他心里突然有些难过 他好像 从来都没有关心过他 你要好好照顾自己的身体 等这一切都结束了 我就离开莫家 齐军心里非常清楚 宋燃是有些心疼他 但宋燃 不会轻易给他什么诺言 但目前对他来说 宋燃要离开莫家 就是对他最好的承诺 坐在远处的莫千行 看到这一幕 心中不大畅观 他拿起酒杯 喝了一口酒 但看到周围的人 都在羞辱宋燃 他有一种抱负的快感 林语柔不知什么时候 来到他身边 和以往不大一样 没有吵吵闹闹 只是静静地坐着 和他看着相同的方向 来了 是啊千行 我们什么时候 能像他们一般恩爱就好了 等这段时间忙完 我们把婚礼提上日照 嗯 千行 我就知道 你心里有我 请继续